大家好,这里是香冲你我他 现在在农中进城打工的人是越来越多 而且逐渐出现了小令化的趋势 大多是一些初中高中刚毕业的学生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没有一级之长 第二,就是没有一定的社会经验 他们面对五花八门的招聘广告 看着上面承诺的一个月 可以赚到七八千块钱 有的甚至更多的工资 都有一种重重运动的感觉 但是真的像他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吗 咱今天就一块去了解一下 我们邻居家就有两个这样的孩子 去年刚高中毕业 因为学习成绩也不是太好 考大学的话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所以就较学回家了 前些天他们通过一家中介公司 到南方的一个电子厂里边打工 去的时候这个中介给他们承诺 一个月的保底工资是四千五百块钱 而且还有加班费 还说是上购三个月以后 有一个什么五六千块钱的反补 咱也不懂 不过听了是挺划算的 所以这两个小孩就很开心的去了厂里边 刚开始的话 因为想多赚点钱 所以除了正常的工作外 他们还经常加班加点 可是到了月底发工资的时候 看到这个工资表上只有 四千六百多块钱的工资 立刻就傻眼了 两个孩子就找到厂里边 和他们理论 说当初我们不是承诺了 四千五百块钱的保底工资吗 为什么我们的工资只有四千六百多块钱 厂里边说 对呀 你的四千六百多块钱 不是高于你四千五百块钱的保底工资吗 孩子说 那我们每天加班加点的工资 好像也没有给我们呀 厂里边又说了 我们厂里是按照这个计价 结算工资的 这个加班加点 是厂里统一的安排 在你加班加点 这个一个月以后 还没有达到四千五的保底工资 厂里边自然会给你 结算这个四千五 孩子感觉还是被忽悠了 经过第一个月之后 两个孩子的工作积极性 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甚至都不想再干了 但是有一个小孩说 我们必须坚持到三个月 拿到这个五六千块钱的返费以后 就立刻辞职回家 于是两个年轻人又坚持了两个月 可是到第三个月的时候 这个返费仍然没有拿到手 厂里边说 要想拿这个返费的话 三个月的刷卡时间 必须要达到九十天 如果哪一个月有三十一号的话 你才可以有一天的假期 这简直太不公平了 两个孩子非常伤心的 就辞职回家了 所以想要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兄弟 尤其是一些缺乏辨别 真伪能力的年轻人 一定要多了解一些情况 不要盲目 亲信那个招聘信息上的诱惑 免得被一些黑心的厂家给套路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了 视频前的朋友们 对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讨论 明天见 明天见